大家好 我是小林 点赞订阅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 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出大事了 墙内真的是玩肚子了 当我们看到习包子这头畜生 他把豆腐针放在第一位二十大报告里面的 关键词 斗争反复出现 不断增长的频率 什么经济发展民生 全部抛到一边去 强调国家安全 但是他这个国家安全哪里是中国呀 他的国家安全 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安全 中国共产党能控制着中国 甚至是常委门的安全 那才头等大事 或者说这个核心权贵圈呢 包括那些基层的党员 基层的公务员一样吃韭菜 他们说句不好听 现在所谓国家安全 那就是核心权贵 他们的几个常委 他们的安全 他们能掌握权力 那就走在第一位 所以这个时候墙内 那肯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今天在这个润学圈 在这个移民业界 爆出一个惊爆的消息 是什么呢 那就是这个亚师考试 再度出现大面积的取消 你看这个四川大学 还有齐鲁工业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 取消到10月29号 这个月都取消 都不用搞了 太原理工大学 海南大学 江苏师范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还有广东啊 外语外贸 以后都不用外贸了 或者说要跟俄罗斯外贸 跟伊朗外贸 跟朝鲜外贸 搞上海命运共同体 搞一带一路 对不对 还有这个南京理工 郑州航院 内蒙古农业大学 沈阳师范大学 全部是占田 什么海外亚师考试 全部暂停 扬州大学 苏州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广西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全部暂停到这个月 那就不用搞 之前也是出现过 就以疫情管控的名义 把这个外语考试一停掉 你就不好论了 所以在这个移民圈 我之前不是也接了一个广告吗 是不是 所以大家都 我看到那些 搞这一行的小伙伴们都很紧张 那这个很多客户就办不了了 所以之前也是停过什么办投资移民的公证 甚至办个护照 现在要两万人民币才能办出来 所以这影响非常大 再说回你说这以疫情为借口 很多朋友 我知道我们抱有一个良好的愿望 良好的愿望是个出发点 有时候这个世界 你有一个良好的愿望 他不一定得到一个良好的结果 比如很多人说 李克强这个人 虽然说他也是个党员 但是好歹他懂点规矩 他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 包括刘鹤 我也说刘鹤 这个家伙他也是 每次出来的知道老百姓 或者知道西方投资者 他们要什么 所以当时他主持中美贸易谈判 也是有点道理的 这个知道 所以大家对他有所期待 希望这个习下礼上 这是个良好的愿望 是不是 希望这个李克强能够上来之后 这个中国能够缓一缓 至少就不会说什么什么 又实现什么什么高品质民主 高多党伦地 不是说那好歹把这个清零 那个方面缓一缓 让老百姓歇口气 抱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这个期待好不好 你说的很好 但是你想想海外 我当然说过了 你们一堆的反共媒体 你们是个反共媒体 包括轮系的 包括轮系的 我们都很清楚 你们天天在挺李克强 一堆的反共媒体在挺李克强 你说在党内能不能通得过呢 在这个常委门里面 哎呦我 搞不好就给他挖坑了 包括那习近平 这个玩意 外面所有的反共媒体都在挺他 你认为在党内有人敢让他上吗 对不对 你换位思考一下 这玩意是不是真的有问题了 对不对 你换位 所以我说当时你说什么 什么宋平改革开放才能有中国梦 他的那个改革开放 可能就他们有的改革开放就行了 包括这两天 有人说什么恢复部分航班 那是就是哎呦你看人家梦公主呗 我说人家梦公主进进出出 你看多自由 回来还是 哎呦欢迎回家 你回去就是 那就是就是通商部分啊 这个圈圈里面的通商宽衣嘛 再说回这个核酸检测啊 现在呢 你说这个喊出来啊 遍地开花 这个叫做不要核酸啊 要要自由啊 要要吃饭啊 把它当做一个口号到处写 你说这个出发点好不好呢 这个出发点很好啊 这个大家要吃饭点呢 而且做了一符合社会公益啊 大家这个是吧 大家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你说这个这个想法好不好呢 非常好 是不是啊 希望把把细胞整弄下去 你说好不好的非常好啊 但是这个行动的又搞砸了 我我感觉又搞砸了 为什么呢 当你们把这个玩意捆绑在一起的话呢 那他就政治化了 因为哎呀 这个这个也没办法 所以是这个这个世界也是蛮蛮混混混乱 绞成一团的哈 也不要说哎呀 谁对谁错说这个 就没用啊 明明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化 你说我们政治化 哎对 这个也对啊 但是事实上呢 因为现在广泛的 这种 你后面因为你还有几句嘛 包括呢我我不要领袖要选票 你把这几个东西混在一起的时候呢 那前面这个核酸呢 本来他可能会会让一点 不现在也不好 不那就最后一个结果 所以所以我说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结果不一定是好的 当你们都强烈要求啊 不要核酸要吃饭 然后把它当做一个政治诉求的时候 共产党反反而他就不好放了 这个时候就不好放 或者说一些啊 叫做什么核酸检测的兽医的群体啊 包括你看钟老板啊 还有那个张伯乐张伯利 这个张张老板啊 现在都是老板了啊 一个个的啊 那他们会不会 你看哎呀 劝劝劝 哎呦 你看啊 这个二世代啊 这个哎 千万不要停啊 你看不会不要让他们啊 国家安全排第一 你看这群反共分子啊 反动分子全部要不要核酸 你看我们爱国中党爱国的全部要核酸 就把这个东西呢 在各方的推动底下嘛 反正现在一个结果就是 他会变成高度政治化 高度政治化 反而这个核酸真不好放开 而且我之前有分析过了 因为确实是你再换一个角度思考 你这个 反对细胞子的声音这么大 中国罚的这么严 你们还到处这个涂鸦写 在公厕里面写 在里面写 这个要选票 不要引救 要洗细胞子下台 哎呦 你们这样搞 那细胞子 你说他信不信 他信了 怎么你们要搞我什么 我就跟你们 对对对对 习包子是十几三都不万间的 他 你指望 你说有没有可能你们提个要要 习包子下台 我要我也 你就说一句话 我不要核酸要吃饭 他就会给你饭吃吗 那这个香港人两百万人上街 我五大诉求 我却依不可 香港年轻人都简直是勇武派都出来了 就这样的时候 你这个他有没有给过这个香港人 这个什么什么真普选 什么什么什么 独立调查委员会 有没有 没有 对不对 就习包子 这个人的 那玩意 我们必须先理解他 你们要 他就会认为 你们这些反动的东西 要这个东西 我就不能给 他就 他有那么好吗 我说这习包子 这玩意 你又没他有那么好吗 你说要要核酸 我就不要核酸 要吃饭 我就不要核酸 要吃饭了 有这样好事吗 是吧 所以这个我们推导出来的结果 这个我们就抛出自己的愿望 我也希望不要核酸 赶紧通商宽衣 大家 哎呀 我在日本做做代购也好 帮帮国内亲戚朋友 现在我就有 有有 有那个朋友叫我带 带几瓶酒 给他送 我那个 那个 寄几瓶酒 今天就寄不了 或者说我也希望我自己不回去 这样我肯定回不去了 我开个频道 我希望就有点亲戚朋友来探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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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我 是吧 大家玩玩 我也希望啊 但是没 现在如果这样搞呢 看来是二十大时候大亲戚大桌啊 现在你看哎 呼和浩特 社会面必须静下来 任何小区不允许放出一个人啊 什么叫做真正静下来 不知道啊 不知道 感觉很恐怖啊 什么叫做真正静下来 人都死光了 就静下来了 是吧 人都没有了 是吧 所有的职守人员不允许回家 无论吃住 在车里还帐篷里 坚守三天再 哎呀 三天再想 三天已经坚守了一年了 吃住由各单位自行解决啊 医院工作人员不许回家啊 吃住和病人一起 哇 医院现在不允许接受一个病人啊 除非有生命危险坚持三天 什么叫做有生命危险 就有急性 哎呦 效果很好啊 把医院关掉 效果很好 成本很低 最最经济 哇 哎呀 这你说这强烈啊 这个没法过了 这日子啊 公检法 工作人员 吃住在车里 不允许回家啊 全部不允许回家的 这这 哎呦 这社会小区内 不管你再强化 务必减少小区内 哎呀 就足不出货嘛 啊 所有出行证件进行压检 人员全部静默 街面上不允许有一个人 哎呦 我就就这样搞啊 还有这个 昨天说了和啊 小区门口用铁丝 帮使严禁出门啊 河南洛阳啊 把把电梯停留啊 不要让他们下下楼啊 电梯断电一一天三减 还有深圳 深圳搞得丰盛 和你该门上去的啊 现在不深圳也是啊 这个明治张坑社区啊 疯了 这个疯了他社区太多了 一封就逐步出洞 三天三减 三天三减啊 三天之后全员阴信啊 这个经组织批准啊 组织批准你才能够出出门口啊 阴信就出门口 阴信怎么还要批准呢 还要还要审批呢 你也感觉很奇怪 广州也开始了 所以整整个广东省都不乐观了 二十大之后肯定大大清醒 我说习包子跟你反过来的 你们要解封好 我就不解封 我就我就找啊 谁不扶我整谁 习包子就这个德行 他在给你玩斗争吗 你要跟一切质疑否定中央防疫方针政策的人做斗争 出入境他开放开放 你信不信 就会这样的 就会这个德行 出入境让这个权贵啊 进进出出隔离变少 还要减少你信不信 但里面核酸越做越多 嘿啊 你看广州排队做核酸啊 不遵守防疫规则被警察逮捕 花都拉到攀鱼公寓隔离 这花都搞到攀鱼 这是闹哪样 花都兴华准备放大招 老百姓吓得风声鹤唳 内蒙古啊 一些学生隔离在学校 赤住在教室啊 关在学校 然后上海 上海方舱医院开张大吉 上海复兴岛方舱和密接隔离点项目 你看最新又开张了 投资的15个亿啊 这个不知道赚多少钱 可以可以 你看一下子啊 几千个隔离间又来了 又赚大钱 方舱一建起来 打炮一下黄金万两 哈尔滨市场 没戴口罩啊 阿姨没戴口罩 三十天不能出滩 哎呦 这生活没法过 深圳居民高喊 孩子要上学 肯定就关了很久了 现在这小孩都不用上学了 我看这样子都不用读书了 三天两头封禁一下 三天两头这样搞 我都不知道中国的小孩子怎么读书 天天那么张张大个嘴巴 哎呦 我都觉得很可怜 这都是花朵啊 一个一个小孩子 小孩子是无辜的呀 天天都张开个口 干嘛呀 拍了个中口 一片一样的 你天天干嘛呀 这小孩子从小这么扭曲 真的是也是醉了 而且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 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是比较泪脸的 没有这个张开个嘴巴的 里面啊 你想想这个既然核酸搞成那样啊 经济方面啊 我们也是提一下经济肯定就不搞了 看几个一个江苏省 我们也是说点现象啊 有个人民医院啊 过紧日子实施方案 医院也要过紧日子 医院可能要关掉的 我说大面积关停医院啊 或者说基本医疗服务退出 就搞中医啊 中就就吃吃中药啊 哎呦 其实这老人家就很容易就搞不定的 这样搞中国人可能面临一个平均寿命的大幅衰减 这是我的看法 因为你大面积搞中医 不要现在医学的话呢 中医在某程度上养生啊 或者说普普通调理方面 有一点点道理 或者说纯粹按照他经验呢 得出了一些好像有用的经验 但是呢 你大面积只用这个啊 这个中西医要结合啊 然后你看到包括日本 包括韩国汉方药 都是中西医要结合的 汉方药 不是说只是中药 汉方那个药是这个传统的 有有点传统 但是啊 里面要跟跟西医的吗 这个这个要结合起来啊 这个中国人搞的是面临这个 呃 是是人均寿命的 可能有一个下降的 哎 还有一个现象啊 就是啊 姑 哎呀 这这这这先不说了啊 这个说说一下 这个这个小道消息啊 这是个小道消息 我也不敢的 但是但是可信度非常高啊 为什么要说碧桂园呢 呃 被平安银行抽贷啊 呃 现在已经找着广东相关部门求救了啊 这个不是说很多 这个一个中介也传出来啊 但是 也符合现实 现在包括续辉啊 碧桂园呢 这些都是 之前说什么国的国家让他 呃 这个发行债券 现在都没了眼啊 这个到归根到底最后最后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 所以啊 现在看来啊 这个 什么房地产呢 这个很危险 碧桂园一旦倒下 那就是对于这个房地产来讲 那就是最后一根稻草 啊 这把之前那么拼命促销 这促销 对吧 究竟他就可能是全亏钱呢 所以我们还要总结一下吧 包括这碧桂园呢 发出这个求救信息啊 有的房地产 我们有空再展开说啊 所以一个是 饿死大 然后这个 方方面面现象啊 包括这核酸啊 封控 还有这个 这个 报名的外语考试大面积的取消啊 这些都预示着啊 中国的未来啊 很 令人不安啊 比较灰暗啊 现在先说到这 也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留言分享 拜拜